在今年,我国成功完成了嫦娥四号的首次月备软卓录,使得全世界都再次擦亮眼睛来看待中国,各个国家也都纷纷表示祝贺。 事实上,嫦娥四号探索机的任务有一个特色,就是国际合作,有多个国家参与了中国此次的探月计划。 曾在2011年,美国国会禁止了中美航天的交往,并且在中国曾经的探月历程当中,美国也是有所阻挠。 然而美国这次,可以说是近年来,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首次合作,另外美国还提出了和中国的下一次合作。 我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彦华表示,在这次的嫦娥四号任务当中,美国希望能够利用在月球轨道上运行的月球观测卫星,观测嫦娥四号着陆时的月程信息。 要知道,这对于美国来说,是一个监测陨石撞进月球时,扬起月城的状态的大好机会。 双方科学家在通过可视电话会议进行沟通时,美国将自私的卫星信息告诉了中国,并且中国将长额四号的着陆时间和经纬度告诉美国。 据悉,曾在中国要发射中级卫星和探测器的时候,美国就多次提出要同中国合作的请求。 果然,美国想要同中方合作的目的是,想要让中级卫星确凿的工作时间能够往后延长,并且表示如果长额四号成功在月被着陆,希望能帮他们方信标记上去。 对于美方的请求,我国探阅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回应,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,但是他询问美国人,要延长中级卫星的工作时长想要干什么? 美方不好意思地回应道,他们也准备到月球背面去探索,如果能够延长其工作的时间,现实他们也可以使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的空间站预计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,这其中我国先后同俄罗斯、德国、法国等国家搭乘合作。 德国人表示,在未来国际空间站停运之后,想要把航天员送上太空,只能依靠中国。 现如今,三名欧空局的航天员正在学习中国,德国航天员还表示,目前欧洲最重要的合作对象就是中国。